南海日前正式的开鱼了 这两天在福建广东等地 一些满载而归的渔船 已经陆续的回港 一批批新鲜的海产品上市 吸引了众多的商贩和市民们 前来采购 在福建莆田文甲鱼港码头 早上不到7点 就有部分出海渔船满载而归 一框框新鲜的海鱼被搬运上岸 文献而来的商贩和市民 纷纷挑鱼 买鱼 现在电商时代 很多我们在微信上面销 基本上订单也是蛮多的 然后剩下的一部分 就是小贩过来批发 我们搞批发出去 然后还有一部分 就是交售到外省去 21号下午3点 广东珠海鸿湾中心 首批回港渔船陆续驶入港池 停靠在渔港水产交易中心地岸 收盈不错 在广东接洋的衣饰场内 不少海鲜摊档 摆着新鲜肥美的鱼 虾 蟹等海鲜 一些市民都想趁刚开海 品尝一下久违的新鲜海鲜 海鲜主要是新鲜 然后够大就好了 看这么多 想吃什么都可以 海鲜档主介绍 随着开鱼后 出海作业的渔船陆续返航 市场海鲜的供应量会越来越多 品种也越来越丰富 而随着上市量的逐步增加 预计均价会有所下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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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